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AirSREIT TRAVEL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桃园捷运的列车 桃园捷运目前只有机场捷运一条路线 机场捷运简称机捷,又称桃园捷运机场线 不仅是台湾第一条机场快线 也是桃园第一条捷运路线 也是全台第三个高热量捷运系统 但是机场捷运的建造过程和测试阶段一波多折 发生列车滑轨、幽灵列车 以及轨道电片断裂等异常事件 经过六次挑票延期之后 终于在2017年的3月2日 台湾高铁通车10周年当天正式通车 是全台第一个横跨三线式的捷运系统 也宣告北北桃一日生活圈正式成立 虽然五年后的今天 机场捷运运量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禁止机场人员和入境旅客搭乘捷运 使得旅客大幅减少面临亏损 但机场捷运仍是领口、中立、大圆等地区的重要通勤工具 也对青浦地区和沿线周边的开发有着很大的影响 由于机场捷运的路线只有涵盖在人口较稀少的沿海地区 并没有经过人口较密集的内陆地区 因此在2017年开始建造由内陆开往沿海 衔接机场捷运的绿线 第一阶段预计在2025年通车 同时机场捷运也会从环北延伸 衔接中立火车站 其中老街7站目前已经完工 将在今年底通车 而最南端的中立站因为铁路地下花工程关系 预计要在2028年后才会完工 桃一机场捷运列车有两种 分别是1000型普通车和2000型直达车 虽然两者外观相同 但是用途、内装、涂装和厂商分工方式不同 普通车与2011年到2012年和2015年 由日本川崎中工兵库厂生产零件 以及组装其中的4列列车 剩下的16列则由台湾车辆公司完成组装 目前总共有20列列车 未来将会再添购3列 直达车则在2011年到2013年 同样由日本川崎中工兵库厂生产零件 但组装借贷川崎中工兵库厂完成 目前共11列 但未来也会添购7列 机场捷运列车的造价十分昂贵 每节车厢大约新台币8000万 比台北捷运最贵的C341还要贵 机场捷运列车外观采用类似C381的流线型设计 普通车和直达车的涂装不太一样 普通车的车头为蓝色 上方色带为紫色 下方色带则为蓝色 并写有普通车的中英文字样 在驾驶轮附近还有蓝色和紫色的建层色带 直达车的车头为紫色 上下色带皆为紫色 并写有直达车的中英文字样 除了色带不同之外 两者的编程也不一样 普通车为一列四节车厢编程 直达车则为一列五节车厢编程 但第五节没有车窗的车厢为行李车厢 主要用来运送由台北车站 和新北城越园区站的拖运行李到机场第二航下站 车头的显示器不像北节和高节 都是装在左边驾驶窗的上方 而是装在逃生门的上方 车色显示器则是像台铁区间车一样 安装在车身上方 不像北节安装在车窗玻璃上 同时文字可以使用三种颜色 而车身的开门指示灯 采用类似北节C38E的三面式 但有分上下两个 上面的灯为红色开门指示灯 而下方的灯则为黄色紧急开门指示灯 只有在情急情况时 旅客推开车门才会亮起 会跟上面的红色开门指示灯同时亮起 由于机场捷运路线衔接机场 普通车和直达车都设有行李架 但普通车的车内座椅为塑胶座椅 并采用北节的一字型排列 天花板上留有挂环 直达车则为紫色绒布座椅 并采用类似成绩列车的2加2排列方式 同时天花板没有设置挂环 车门上的倒站资讯显示器 为北节旧版显示器的绿色开门指示灯 搭配跑马灯 但跟北节不同的是 桃园机场捷运的跑马灯 可以显示三种颜色 不像北节的旧版显示器 只有单一红色 同时直达车的贯通门 上方还设有LED路程显示器 列车的驾驶座设在右侧 是全台唯一的右驾捷运 至于为何不像台北捷运设在左侧 是因为机场捷运为了让轨道保持直线 而大多采用类似高铁的侧是月台 月台设在两轨道的两侧 因为机场捷运靠右行驶 月台通常都会在驾驶的右手边 因此驾驶座才会设在右边 可以让驾驶方便上驾车 桃园机场捷运不论是普通车还是直达车 控制装置皆为日本三菱电机制造的 IGBT 变频器和交流马达 虽然型号跟台北捷运C371和C381相似 但变身比北节更明显 变身后不久也会听到如强风吹袭的声音 而且营运时速可达94公里 虽然在全球机场快线称不上快 但在台湾捷运系统中已经算快了 同时为了应付较多的上下坡 因此每鞋车厢都是设有动力马达的动力车 拥有较强的爬坡力和加速力 虽然跟C371和C381都是日本制造 但机场捷运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制造的信号系统 为了符合该厂商规格 而采用德国克诺尔所制造的刹车系统 因此起步前的刹车气压声很短 类似C301的刹车气压声 逃运机场捷运的车门为奥地利IF-E 制造的滑塞式 是台湾第一款使用滑塞式车门的高运量列车 不同于北捷的滑轨外挂式 因为车门只要往外推 就会立刻往左側两边滑开 因此车门没有设置门把 驱动方式为电动式 开关门警示音采用类似台北捷运C371和C381的警示音 是台北捷运警示音首次使用于双北以外的捷运系统 声音除了叫北捷温和之外 声音也比较小声一点 开门使门会往外推出去后再横着开启 开门警示音为四声 跟C371的三声不同 关门警示音同样为C371的救护车声 但警示音为六声 第一个音跟C371一样为低音 前两个警示音为预备警示音 直到第三声才会开始关门 门在关上前会减速一下 并将车门往内塞入让车体保持平滑 以减少高速行驶所带来的噪音 阳影结议绿线列车市 很有音乐 桃園捷运绿线列车是由西班牙设计 韩国现在热铁负责制造 将会是台湾第一款韩国制的捷运列车 虽然现在热铁已经有自行制造列车机电系统的能力 但是本人得知的资料显示 列车的行空系统和牵引系统将会由西门子制造 因此列车的机电系统可能会使用西门子的系统 刹车系统可能会采用赫诺尔系统 但是还是得依照列车实际采用的系统为准 这部分提供给各位观众参考 以上就是机场捷运列车的介绍 希望各位都了解了机场捷运列车的特征和特色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可以在下方按下喜欢 想要追踪本频道的影片动态 或者是观看本频道的其他影片 可以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新影片才会收到通知哦 我是Azure Travel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